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 中方是不愿意打贸易战 因为在贸易战中没有赢家 但是我们也不怕打贸易战 所以如果有人坚持要打贸易战 我们奉陪到底 你也刚刚谈到 是不是有磋商沟通的渠道 那么中方的一贯的立场是 谈判 磋商解决问题的大门是敞开的 如果美方愿意谈 我们愿意在平等磋商 相互真正的基础上进行磋商 解决我们的分歧 那么美国对232向下的 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出口采取的措施 是基于国家安全利益这样的一个理由 它是站不住脚的 是没有根据的 而且在它采取限制措施的时候 只针对少数国家 排除了很多国家 所以可以看出来 它不是基于安全利益 而是采取的一种歧视性的这个做法 那么这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公然的违背 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所以中国已经就这个232向下的调查 向WTO提出了起诉 有人坚持要打 是敞开的 谢谢 那么对于4月3号 美国在301向下 公布了对中国 来自中国的这个近500亿美元的产品 采取这个措施 我们认为 它根本的是违背了美方的国际义务 它没有任何的事实依据 美方的这些做法 危害了中国的利益 威胁了中国的经济安全 也危及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和稳定 所以本着国际法的这个精神 本着我们国内法的要求 中国的对外贸易法第七条要求 就任何国家和地区 如果在贸易方面 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禁止性 或者限制性 或者类似的措施 那么我们必须要采用相应的措施 予以应对 刚刚也公布了 我们的这个将近500亿的这个清单 必须说我们的这个做法 是被迫采取的 我们的做法是克制的 好 下个题 来 300 这个男子 тоже de 300 这个男子多 Albion 这个男子多